作出行動獲取反饋 這是遊戲有別於其他媒體的表達手法 上期我們講到透過遊戲機制 玩家可以更容易感受角色的心情 體會角色的經歷 從角色的角度去看事物 我們將接觸上期的內容 討論遊戲敘事的短處和限制 假如未觀看上一期 鼓勵你點擊右上角影片 先將上期看完再回來繼續 上期講了很多遊戲講故事的好處和優勢 但大家又有沒有發現 能夠善用這些優勢的遊戲只是得很少 原因並不是創作者的實力不足 寫不出好的故事 而是遊戲敘事 存在著不少先天的限制 導致理想很豐滿 現實就骨感 接下來我會以四個層面去解釋 分別是遊戲分類 節奏把控 玩家意志 和主機性 首先想大家記住一個概念 就是遊戲有一件商品 而商品就要面對市場上的考慮 我們去認識一款遊戲 往往是從遊戲分類開始 而遊戲分類的目的 是方便遊戲賣家和玩家上人溝通 例如遊戲賣家說 這是戰棋遊戲 那玩家就可以預期遊戲中有什麼元素 例如回合制戰鬥 角色移動 角色等級等等 這樣可以幫助玩家 快速判斷自己是否喜歡這遊戲 除此之外 開發方製作遊戲的時候 亦都會傾向參考以往同類型的作品 這兩點同時造成了遊戲的嚴重同質化 敘事結構亦都因此被遊戲分類了固定 舉個例子 在火焰之文章 超級機械人大戰等等的戰機遊戲 都會將劇情放在準備階段和戰鬥階段之間 例如劇情 戰鬥 劇情 準備 劇情 戰鬥 這個規律可以給玩家心理準備 與其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例如因為玩家知道戰鬥後會有劇情 所以會在戰鬥結束的時候 預先將心態平復 就能夠內心地將之後的劇情讀完 除了遊戲 部分的影視作品 例如超級戰隊 鹹蛋超人 都有類似的結構 同樣是令觀眾有心理準備 只不過 敘事結構就會缺乏彈性和驚喜 容易公式化成為一種流水象式的故事 遊戲賣家是會迎合玩家的 而他們知道大多數玩家在玩遊戲的時候 期待的都是獲取娛樂 很少會抱著看故事的心態去玩遊戲 玩家也未必想花很多時間去讀故事 試想像一下 RPG提供娛樂的方式 就是被玩家持續地遇上戰鬥 而當RPG遊戲的主角 他的性格不耗戰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呢? 由於RPG的核心玩法就是戰鬥 作者是不能讓主角被戰鬥 而由於主角並不耗戰 就要花很多時間去合理化每一場戰鬥 護士就會變得很勇場 邏輯也會很牽強 因為這樣 很多RPG都喜歡設定主角是正直勇敢 耗戰 主角式設定單一化 這個是不是只是RPG的問題呢? 當然不是啦 賽車遊戲也好 格鬥遊戲也好 要讓玩家可以不斷開車 不斷打架 最直接的方法 當然就是把主角設定成好勝心強 所以角色其實是很容易被定型的 相反在電影、漫畫的故事自由度就大得多 香港有一部以拳賽為題材的電影《擊戰》 裡面的打氣只佔了電影的很少部份 大部份的時間都是用在描寫一個主角 他如何從失落之中重拾鬥志 而這種結構放在遊戲中就會很難成立 諸如此類的例子《多餘沙嫂》就不一一進錄了 當然反例也不是沒有 例如不以武力解決問題的RPG作品《Undertale》 但反觀整個行業這些例子是好笑的 假如遊戲要脫離遊戲分類的框架去講故事 會為遊戲銷售帶來巨大的風險 即使有心跳文學部這些受到玩家受落的例子 但更加多的是類似《彈丸輪破V3》 《最後生還者2》這些商業失敗作品 而這就是第一個限制遊戲分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最終幻想13》呢? 它是這個系列首次取消以往的半回合制戰鬥 算換成戰鬥更加明快的半即時制戰鬥 遊戲開始有5分鐘的過場 接著是10分鐘左右的戰鬥 然後又是5分鐘的過場 玩家的心情是頻頻在刺激和平靜之間切換 體驗是相當糟糕 遊戲裡故事的節奏被遊戲的節奏所固定 而選擇錯誤的節奏往往令遊戲很難代入 而另一個日本國民系列用者鬥惡錄 它就始終堅持回合制戰鬥 就沒有引起上述的問題 不過因為動作遊戲比策略遊戲受歡迎 很多遊戲商人為了最大化利益 會寧願堅持刺激的玩法而犧牲了遊戲的節奏 有時這些節奏問題其實是明知故犯的 很多玩家在玩射擊遊戲的時候 都會將注意力集中在晉升上 而在激烈槍戰後進入過場的劇情 那個激烈程度的反差之大 是很容易令人看得不耐煩的 以至劇情根本上不到心 甚至很多玩家會直接略過過場 而這個就是第二個限制 節奏把控 不知道大家常不常玩open world 遊戲 有些open world 會容許玩家自行演繹角色 但同時角色有自己獨立的人格 例如在薩爾達抗野知識裡面 在主角林克得知封印就要解除的時候 玩家仍然可以控制他遊行釣魚 這就跟主角林克緊張公主的性格有衝突 因為角色的行動主要基於玩家意志 當玩家無代入角色的心境的時候 角色的行動就很容易和故事產生矛盾 所以在自由度越高的遊戲 創作者就要花更多的心機去誘導玩家 做出創作者想他們做的事 但往往創作者會忽略這方面的心思和成本 令到玩家無法代入遊戲 那到底何為心理誘導呢 我會用一個例子去解釋 就是Death Rising 2的開頭 玩家會抱著一個小孩 在周圍都是喪屍的情況下逃走 主角的處境會令玩家意識到兩件事 第一 兩隻手抱著小孩沒有戰鬥能力 第二 要保護小孩 就要避開怪物 因此玩家會自發地尋找逃生路線 拔腿就跑 而不會去思考自己應不應該戰鬥 要不要去救其他人先等等的問題 透過遊戲精密的編排 玩家會自然地做出創作者想玩家做的事 有助於玩家投入在遊戲中 而順帶一提 同樣是喪屍題材的The Last of Us 開頭也有很類似的設計 同樣成功引導玩家逃跑 這就是第三個限制 玩家的意志 遊戲和電影很不同 電影有很多場景可以預先錄製 但遊戲需要用玩家的電腦或遊戲機 即時演算遊戲畫面 大致千軍萬馬的戰場 細緻兩個人用電話隔地溝通 都會對主機帶來負擔 因此創作者要考慮讀取時間 可能會打斷玩家 以至無法隨心所欲地切換場景 而隨著新型主機性能的提升 我們都慢慢忘記了有這個限制存在 PS5的睡棋與叮噹 甚至標榜著無縫穿梭不同的世界 這就是第四個限制主機成立 最後我想說說遊戲序市在香港的發展 序市設計是遊戲設計師的其中一項職責 而現時大部分香港的工作室 都沒有遊戲設計一職 經費不足就算是遲恩 主因是很多人都不理解這個職位的價值 大家可以想像 假如不理質量的好壞 要去完成一部作品 只要有編程、美術和管理人員就可以 在這個背景下 令到很多香港的投資者 將遊戲設計師視為不必要的存在 導致即使有遊戲設計一職 他們的權限都是很低的 那公司不重視遊戲設計 員工也都難以發揮 例如設計師會為了 令玩家對其中一個情節深刻 而提出要額外畫一個主角的嚴肅表情 諸如此類的請求 往往會被判斷為成本效益不成比例 而無法通過 反而有道玩家付費的遊戲設計 就很容易通過 因此遊戲設計師即使再有能力 也都很難在敘事上精一求精 相信說到這裏大家都會明白 要在香港運一個發揮遊戲聚事本領的機會 是相當困難 但都請各位先裝備好自己 或者有一天會加入國外的團隊 或者等到有一天香港有這樣的機會 最後我想引用一款波蘭遊戲作結 這款遊戲叫做《華融道》 是一款以畫快為主題的解謎遊戲 它起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波蘭 在21世紀引入中國 因為引用了關於意識曹操的故事 令到它在中國傳播得很快很廣 甚至很多人都誤解《華融道》是中國人的傳統遊戲 可見一個故事的影響力是可以很大 希望這兩期的影片 提醒各位去重新重視遊戲聚事 大家下次玩遊戲的時候 嘗試欣賞遊戲的設計意圖 投入在作品裏面 這一期不知講遊戲就到這裏 記住創作有價 假如大家想有下一期 請幫忙subscribe comment 和like 開啟通知鐘 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下一期的內容 各位下次見 新年快樂 展坡 佛